hello 各位大家好 欢迎来回到新社 我是小冬 在我们的印象里 咱们的上一代人 虽然收入都不高 但是大多都是勤俭持价 从不浪花钱 每个月都要把剩下的钱都存入于银行 所以我们中国始终是全球著名的储蓄大国 这也说明了上一代人 唯一的人处事 他们比较隐性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以及金融创新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一种负债生活 用他们的话来说是 用明天的钱来源今天的梦 所以现在不仅是房贷规模的庞大 年轻人消费贷款的规模 也开始一军突起 最近小冬看了一组资料 当前中国90后有1.7亿人左右 其中90%靠负债度日 人均负债达到了惊人的12.7万元 需要不吃不喝18个月工作 才能做偿还所有的贷款 看到这儿 认为自己18个月可以还停这12.7万的 请扣1 如果不能请扣个零 下面又来一个零 好可怕 怎么这么多 同时根据央行的数据 中国的信用卡发卡量已经超过了7亿张 人均是0.5成 支付宝方面 支付宝全国的用户已经超过了7亿 这其中超过70%的用户使用了蚂蚁花呗 和借位的金融服务 这就是将近5亿人 在这些花呗借位用户当中 又有60%的人出生于90年代 本来该享受青春伟霸的90后们 看起来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咱们平时说 如果合理负债 好钢用在刀热上 投资收益率要高于利率 那负债得是韩信典兵 多多益善 可是问题在于欠钱就是欠钱 事实上表明债务的余期也是越来越多 也就是不还的人越来越多 这就有点吓人了 全国的数据 2011年咱们国家的信用卡余期金额 只有110亿元 到2019年也只有700亿元余期 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 超过半年的信用卡 欠款总额就已经超过了918亿元 受年初疫情的影响 信用卡余期总金额还在持续的增加 许多人的收入受到了影响 他们只能依靠信用卡来维持生计 与此同时 年轻人的余期贷款量在急剧的增加 银行的信贷风险也是越来越高 央行已经多次 专专告诫年轻人要少用信用卡 不要疯狂的透支消费 到了年底情况愈演愈烈 这也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当前看到的 比如说什么花呗降额 各种信用卡所额降额 什么锁卡这些现象 90后们之所以会欠下这么一大笔债务 小冬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 90后习惯于优越的物质条件 很多人没有吃过老一辈创业艰难的苦 光鲜亮丽幸福美好 就在今日眼吃卯粮成为常态 久而久之被同辈裹挟 不如此反倒成了异类 第二 70后80后房贷车贷其实已经压力山大 另行举债实在也是有心无力 90后尚未全部走到面对人生大型开支的阶段 加之还受到了资本铺天盖地消费主义的冲击 得益于花卫借位京东白条信用卡透支消费 等这些手段的发展 90后以下的年轻人弹药库是更充足了 可这弹药终究是别人的弹药 结果只能是雪球越滚越大 债务越滚越高 第三 90后和80后70后不太一样 90后们尚且觉得自己还年轻 他们欠得起还得起不怕借 很多人给自己找几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什么通胀这么高啊 借钱花挺好 什么生命不能重来啊 行乐要及时之类的 虽然说在消费方面 国家的确是鼓励大家多消费的 这样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内循环经济的增长 小冬不想从银行系统风险去解释这事 就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说 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并且靠拆东墙补西墙来补这个缺口 并不是一件好事 小冬个人的理解其实是 他对于我们的杀伤最严重的点在于 扼杀了我们的选择 我们不是政策的工具 这是其一 其二 如今的消费 尤其是攀比来的这些消费 都是面上的消费 当钱的光鲜亮丽需要是更多的金钱来浇灌 如此恶性循环就慢慢的养成了 这是个无底深渊等待着你 工具它是不分善恶的 关键是在人 在你在我 分得清资产和负债之后 你用这些借款来投资自己 投资自己的成长 投资自己研究发掘的未来 用金融的翅膀给个人以助力 那么这些钱是多多益善 如果你拎不清 你分不清资产和负债 别人干嘛你干嘛 那无异于就是饮鸩止渴 还是请君好自为之 OK这就是本期日新社的节目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小冬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见